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是在上海肖建华案得到了一个判决 根据新闻媒体的报道 被告是两位 一位是法人单位 叫明天控股有限公司 另外一个也是自然人肖建华 罪名是什么呢 非法吸收公共存款 被信运用受托财产 违法运用资金 单位行贿案 一审公开判决 那么对于有一款罪叫被信运用受托财产 刑法规定在他的第185条之第一款 被信运用受托财产罪 这个罪名具体的构成要件 它是属于标准的单位犯罪 只有商业银行 证券交易所 期货交易所 证券公司 期货经纪公司 保险公司 信托 投资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机构 能够运用这个被信运用受托财产罪 自然人不能构成本罪主体 所以这个罪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肖建华协同单位犯罪 那么根据上海中级人民法院的微信公众号 那么他在7月4日 对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一个是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检察院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那么在7月4号 接受了这个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的指控 指控被告明天控股有限公司 和被告人肖建华 犯了这个以上的罪行 什么罪行呢 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 被信运用受托财产罪 违法运用资金罪 单位行贿罪 那么这四项罪名 这四项罪名 进行公开庭审 那么看来这四项罪名 从判决结果看呢 都已经成立 都成立 那么在8月19日 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对该案进行公开判决 对被告单位明天控股 恕罪并罚 恕罪并罚 那么就是说他的罪呢 加在一起 不能 这个 加在一起 他是要取一个 取一个这个数字 取一个数字 那么 那么决定啊 执行罚金 550.3亿 啊 这个 人民币 那对于被告人 肖建华呢 也是啊 恕罪并罚 恕罪并罚 决定执行 有限刑期13年 并处罚金 人民币 650万元 这个恕罪并罚 你比如说刑期的话 你有 5年 10年 8年 三个罪 那你这个罪呢 是不能这个 低于10年 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你不能低于这个 最高的那个罪 那么并罚呢 他就是你 你 你不能高于这个 几个罪的这个总和 在这个最 最高刑期 和这个总刑期 之间会取一个数字 取一个数字 那么对机构的话 也是罚金 也是如此啊 要高于他这个 最高的一个罚金 但是呢 要低于总罚金的 这个数字啊 在这个中间取一个 那么 对于 这是罚金 仅仅是罚金啊 单位是罚了500多亿啊 这个 个人是罚了650万 这仅仅是罚金 另外还有一个叫做 违法所得啊 对于肖建华和明天 供股在上述犯罪中的 违法所得 及其涅息啊 利息啊 要追缴 那部族部分 则令退陪啊 这个违法所得 我看呀 就是倾家党传 不管是这个明家 明天控股 还是 这个肖建华本人啊 那么 这个 判决书哈 如此写啊 说经 审理 查明 被告单位 明天控股 于1999年 注册成立 被告人肖建华 为明天控股的 实际控制人 那么从2004年 开始算账啊 明天控股 肖建华 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 和监管规定 采用分散股权 层层控股 隐名控股等手段啊 这是非常难 难查清 尤其是这个隐名控股啊 你要说分散控股 层层控股 那是很快就能履出来啊 只不过是社会公众啊 没有这个精力去搞它啊 对于检查部门啊 它不是一个问题啊 它实际控制了新时代信托啊 天安 财险啊 这都简称了啊 这个天安金交中心啊 包商银行啊 华夏人寿 天安人寿啊 亿安财险啊 等多家金融机构 和互联网金融平台啊 这个是 这个叫什么啊 这个是 违反 违反的规定啊 违反规定 这也是要惩处的 这就是一个罪名啊 这就是个罪名 你违反那个监管法律 监管规定啊 这可能是要重罚啊 这是重罚 另外一个呢 说从2010年1月到2017年1月啊 明天控股 肖建华 以实际控制的多家公司 作为融资和担保主体 承诺 还本复息啊 因为你是承诺 还本复息啊 这就有可能啊 叫做非法吸收资金罪啊 因为你没有这个承诺 还好办 啊 那么操控新时代信托 天安财险 天安金交中心 发售主动管理类集合资金 信托产品啊 超出发售比例和销售规模啊 投资型保险产品 发售个人端及法人端 理财产品 向社会公众啊 非法吸收 资金 共计人民币3116亿 啊 这是一个非法啊 吸收资金罪 那么 从2012年7月到2017年1月 你看这里头呢 2017年1月啊 是一个是一个截止点啊 明天控股啊 肖建华操纵包商银行 对明天控股的虚假融资项目 不开展实质审核 违反商业银行法 等法律法规 对银行开展业务的规定 违反客银行与客户约定 通过直接间接购买信托资管计划的方式 将存存款 理财产品等银行客户资金 及受托财产 转移至明天控股支配使用 擅自运用客户资金及受托资产 共计人民币1486亿元 啊 这个就是 这个河南这个村镇银行啊 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啊 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啊 把存款啊 去挪用 去运用啊 错误运用 擅自运用啊 客户的存款啊 去把它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一个啊 理财产品 去购买了理财产品啊 而这个理财产品是没有经过禁止调查的啊 另外他讲那个13年11月啊 到这个2017年1月 明天控股销建华啊 这个里头两个犯罪主体 一个是机构啊 一个是个人啊 操控华夏人寿 天安人寿 一安财险 对明天控股设立的虚假融资项目 不开展 实质啊 这个审核 违反保险法 对保险公司资金运用的规定 通过直接或间接购买信托计划的方式 将保险资金转移至明天控股使用啊 违法运用资金 共约人民币1909亿啊 这个是什么 前面是买银行 是买理财产品啊 这个地方呢 是这个保险呢 去买这个信托计划啊 去购买信托计划 那么说明天控股将上述违法所得呢 犯罪违法所得 用于收购金融机构 证券交易海外投资 案发后呢 明天控股和肖建华通过变卖财产 境外资金回流等方式 归还了部分违法所得 另外呢 一个是受贿罪啊 2001年至2021年啊 这是长达20年的时间啊 明天控股肖建华为逃脱啊 金融监管局谋取其他不当利益 向多名国家工作人员 扩户另案处理 行贿股份房产现金等财物 共计折合人民币6.8亿 我们看到的这个是国家工作人员啊 不是什么权贵家庭啊 这个家属亲属没有这些东西啊 那么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单位啊 明天控股被告人肖建华的行为构成啊 以下四项罪 非法吸收公共财产啊 公共存款罪啊 被信运用受托财产罪 违法运用资金罪 单位行贿罪 依法应当述罪并罚啊 那么这几项消换 因为肖建华是以这个实际控制人员啊 指控的 所以他应该都是单位这个啊 最尤其是这个被信运用受托财产罪 这是个标准的一个单位罪啊 还有单位行贿罪啊 违法运用资金罪啊 甚至包括第一项啊 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 所以这几个罪都是这个机构犯罪 那么被告人是作为实际控制人啊 肖建华是通过这个方式来啊 把他这个啊 起诉的 那么对于这个犯罪行为啊 他是这么定性的啊 这个上海市第一啊 中级人民法院 他说是破严重破坏金融管理秩序 严重危害国家金融安全 这一款了不得 叫严重危害国家金融安全 打得很高啊 那可能是从检察院的那个起诉的定性 严重侵害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连接性啊 这是执行贿罪啊 应依法严惩啊 但是呢 明天控股肖建华 具有自首认罪认罚配合追赃 完损等情节啊 他还有立功表现啊 依法可以从清从宽啊 可以从宽处理啊 那么就是在最高型和最低型之间啊 取一个啊 取一个这个判罚的这个程度啊 程度是从宽啊 那么这个报道还说有一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群众代表参加了旁听啊 这都是安排好的啊 不是你随随便便你就可以申请 你就可以就被批准去旁听的啊 另外一个呢 法治网啊 就是法治日报的这个法治网 他刊登了啊 这个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刑法研究室的主任啊 刘仁丽啊 刘仁丽的一篇文章啊 这个文章叫什么呢 叫做打击金融犯罪促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啊 平明天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销化销建华案啊 那他在这个案例中呢 他当然对这个判例了 大家赞赏啊 认为这个金融犯罪啊 是呃是这个呃比较难辨析清楚 比较难呃衡量的 那么这个罪呢 呃这次这个案件呢 判的比较好啊 这个是当然是吹鼓手啊 我没有必要再去讲他了 但是呢 他对于这个所谓的同宽处理啊 他披露了一些信息啊 他说在刑法裁量方面 本案体现了宽言相继的行事政策啊 第一个呢 就是被告明天控股及肖建华的这个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 发生在中国人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啊 实施之前啊 由于这个是第十一版啊 由于修正后的刑法比修正前的刑法 法定最高刑更重 根据从旧从清的原则啊 从旧从清 本案适用了啊 这个是 修正案实施之前的规定啊 尽管呢 被告单位及被告人在提起公诉后 配合追赃 完损的行为 不属于法定从宽 啊 处罚情节啊 你虽然配合追赃啊 啊 这是我挽回损失 这是你的义务啊 这个不属于啊 法定从宽情节 啊 但是呢 根据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及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规定解释第六条之规定啊 根据结合啊 近年来司法实践的做法将其作为着定从清处罚情节予以认定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最高人民法院呢 啊 他有一种 这个判例 有一种解释啊 啊 那么 是可以在法律之外 他有推演出来 啊 一些这个 规定的啊 有创法权 可以这样讲 中国的这个最高人民法院 啊 也有创法能力 啊 啊 那么中国当然是一个 这个所谓大陆法系啊 大陆法系啊 但是呢 实际运用中间啊 你你法律的这个条文词汇啊 不能够涵盖啊 这个法律实践的那么丰富的内容 结果呢 最后他必然会产生很多啊 类似于案例法啊 类似于英美法系的一些特点啊 就是看司法实践啊 看当时的公众的看法啊 在中国呢 特别的还要考虑到 呃 党和政府啊 系统的看法 所以这个罪呢 他会啊 最轻最重啊 如何解释啊 他都是有弹性的啊 比如说你最高最和最低最之间 是从宽还是从严啊 啊 这个是有弹性的 那么另外一个呢 他说这个啊 本案呢 涉及的犯罪数额巨大啊 数额巨大 而且呢 经济损失巨大啊 给公众造成经济损失巨大 但是呢 被告人有自首立功的法定从从从从轻处罚情结和认罪认罚态度啊 在提起公诉后积极配合晚损减少损害的实际表现啊 因此呢法院依法在量刑区间内最终的刑罚啊 是适合的啊 他认为这个是适当的 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认罪认罚的态度啊 这个是一个可以想象的一个事情啊 就是配合吧 配合吧 比如追缴这都算是态度啊 中国在这个态度也是算罪的啊 中国这个态度啊 态度好与坏啊 也是能够在你最后的这个量刑上是能够给你一个呃权衡啊 另外一个自首这个环节我不知道该怎么算啊 那我们据我们所知他是被绑架回去的啊 从香港的这个四季酒店啊 被特工中国特工绑架回去的 那么香港当时是把这个当作失踪案来处理的啊 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啊 可能是就是为了给他找这个 从清的这个 找从清的这个情节吧 就把自首也算作啊 那么立功表现啊 是不是有主动揭发啊 啊或者说供述啊 那么肖建华呢啊 他这个是这个74年生人啊 74年生人啊 年龄呢 72年生人 72年刚好是1972年刚好是50岁啊 这个所谓50不惑啊 不惑之年 是加拿大公民 也是香港的永久居民啊 因为这一点呢 在加拿大啊 也是关注这个案子 不过呢 这个汪文斌啊 外交部的汪文斌已经说了 我们不承认双重国籍啊 他就是中国人啊 那么肖建华呢 是90年啊 在北京大学毕业啊 他当时是北京大学的这个 学生会主席啊 我看到有的朋友问我 他是不是当时的学生领袖啊 我说这可能是翻译问题 我说你你从哪只看到 他说从布隆伯格看到的 我说那可能是翻译问题啊 因为这是leader嘛 那么学生啊 官办的学生会的主席啊 当然也算学生领袖啊 这个但是这个不是89年 这个学生运动领袖啊 这是两个概念啊 另外一个呢 他是90年啊 毕业于北大 93年创办这个北大资源啊 那么这当然是由北大校方支持的啊 那么到了97年 2017年6月的时候呢 啊 这个明天系啊 已经参股空股了44家金融机构啊 这是以巴菲特为榜样的啊 那么 金融机构的规模 参与的规模是3万亿 但是他个人资产呢 个人的净资产呢 只有60亿啊 这是干到当时的这个 胡润 中国富豪榜来盘算啊 这就是表明了金融行业的一个特点啊 他个人净资产是60亿 但是他实际控制啊 能够达到3万亿这个规模啊 这是 这是金融业里的杠杆 是我们普通人是没法想象的啊 没法想象的 另外一个呢 肖建华呢 啊 他普遍的被认为 他是这个中共啊 最高层的一些家庭啊 权贵家庭的这个投资顾问啊 或者说叫做白手套 根据纽约时报 2014年 他查阅的企业记录显示呢 肖建华帮助促成的交易啊 中间有习近平的姐姐啊 习巧巧和这个贾庆龄的女婿啊 以及什么呢啊 以及这个曾庆红的啊 曾庆红的这个子女啊 在山东啊 在山东这个啊 案子上 那么肖建华是2017年1月27日凌晨 坐在轮椅上 被人从香港司机酒店带走了 所以我们刚看到 刚才这个 法院啊 定的几项最终有有两项 两到三项是 终止于2017年1月的 因为那个时候呢 他已经被中国的 这个特务给劫持了啊 劫持回来 那么他头上呢 是裹着床单或者毯子一样的东西啊 被劫持回内地 但是呢 本人他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 他发生否认 那么这个事件呢 当时引发了一个中国当局跨境执法 破坏这个香港啊 一国两制啊 这个自治于司法原则啊 那么香港的警方则说啊 正调查肖建华失踪案啊 那么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这个事件呢 以及这个铜锣湾事件都造成了一个 所谓这个 送中条例的这个出台 以及香港波澜壮后的抗议运动 直到这个香港版国安法的落地啊 香港的这个今天啊 肖建华案也是一个啊 有助力的一个拐点啊 那么可以说从2017年啊 1月底的被中国警方啊 或者说这个有关方面绑架到内地之后呢 到2020年啊 明天系才证实肖建华是在大陆协助内政府呢 重组啊 他的这个明天系的集团啊 那么在肖建华被带走后 明天系旗下9家公司 在2020年被银保监会和证监会接管 那么在7月4号开庭的时候呢 当时的加拿大的驻华使馆领事官员呢 曾经多次要求旁听啊 但是被遭到拒绝 那么肖建华案呢 啊 他的这种秘密 这个审理呢 啊 应该是跟他掌握了很多啊 高层的啊 信息有关啊 那么纽约时报 在他这个被绑回内地的第二个月啊 2017年2月的报道中说 很少有人比肖建华更了解中国政治领导人家族的财产状况了啊 他呢 实际上是在给共产党的高层人物啊 这高层人物达到什么 常委级啊 常委级或者前常委级 就按我们的说法叫郑国级啊 郑国级这个领导干部啊 的家族啊 担任银行家 那么在当时呢 肖建华的哥哥啊 肖新华啊 电子回复啊 这个海外媒体啊 他是这样说 经过五年静后 全家人在我弟弟的严厉要求下 依然相信中国政府和法律 我们希望当局可以给家属一个可接受的结论啊 他哥哥呢 肖新华拒绝谈论案情的细节 说案情非常复杂 且充满戏性 这个词汇啊 就是透露了很多 信息啊 他这个肖建肖新华 也是不简单啊 通过这种委婉的方式啊 给了你打开了一个想象力啊 给听众给读者打开一个想象力 那么这个肖建华案 为什么在七月四号开审啊 在八月十九号判决呢 那为什么在七月份开始 啊 七月四号 我们大家想一想 七月份发生了什么 七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啊 这个常委密集活动啊 常委密集活动 一直到七月三十一日啊 从七月二十五六号到七月三十一日 活动啊 六天啊 那么六天以后呢 开始神隐 神隐了多少天呢 赵乐际和这个 王沪宁到现在都没有露面啊 王臣今天露面 就人大的这个常委会的秘书长露面 那么像习近平和李克强 是到十六号才露面啊 就是这个常委级的人物 十六号才出来才露面 那么十六号露面 肖建华案十九号就判了 这说明什么 大家稍微把这个背景联系在一起 就可以很确定的得出一个结论 这就是一个政治案件 这就是个政治案件 和傅政华他们没什么区别 那么 为什么是在结构 这个结构眼上 肖建华案 能不能结 取决于 这个案件 作为习近平操控的这个政治劫财 和其他这个政国级的权 权贵家庭 博强 博异 博异 这个价值 在北戴会议之前 开始审理 进入审理阶段 进入审理阶段 按说 这个时候都已经 很多问题都已经盘算好了 但是还不给你最终判 还不给你最终判 因为还可以延期审理 那么现在呢 北戴河会议 刚一结束 我们如果说把16号看作节点的话 19号判 仅仅三天 判决结果出来 判决结果出来说明什么 说明达成妥协了 我们还不能简单的说 权贵 这个家庭 退休权贵的家庭 他们投降了 我们可以说妥协了 妥协的话 那么肖建华这个案子呢 比起吴小辉来 应该是少了五年 吴小辉是18年 剥夺政治权利等等 那个是一套说辞 肖建华已经坐了五年牢 已经坐了五年半 可以说 因为他是一月份 2017年一月份被劫持走的 这个乡协会折底刑期 折底刑期 那么他判了13年 可以说将近一半 还有一年半 他就这个是13年 还有一年 一年他就是13年 就是六年半 还有一年他就13年 就是还有一年 他就是这个六年半 两个六年半就13年 这已经符合什么 如果说减刑的话 他过半刑期 可以说 再过一年 他就可以减刑 回家了 怎么个减刑法 那就减刑的情节就很多啊 来动 劳动改造这个 这个态度好啊 积极啊 改造期间还有贡献啊 那么或者说 还有新的这个揭发检举啊 等等啊 可以 你要想找他的这个从 这个减刑的方案 可能又非常多啊 如果你要着急的话呢 不用到一年啊 这个 二十大开完了 就可以给他放回家 知道吗 这叫什么呢 保外就医啊 保外就医呢 就是你回家待着啊 不能乱跑 在你的一个居住地啊 公安这个机关啊 随到随传随到啊 这就可以了 所以应该说是一个妥协点啊 这个时候判啊 基本上 肖建华就 接近自由的一个边缘了啊 那么他的这个认罪态度 供出来一些什么 这个我们现在 是这个黑箱操作 我们是无从知道的 无从知道 但是能知道的是什么 能知道的是肖建华从轻啊 这个中间背后啊 这个权力机关啊 这个最高权力啊 最高权力与这个 他作为白手套啊 背后那些权贵啊 是有是有勾兑的啊 那么现在这个判决的结果 应该体现了这个勾兑的成果 尤其是判决的时间点啊 因为肖建华从重从轻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 重要的是肖建华 他要把他掌握的资料啊 与这个习近平啊 习近平的这个线路啊 要给他政治上有能所贡献 那么到判决 可以说他的贡献啊 这个编辑贡献越来越少 判完了以后 他的编辑贡献就越来越少了啊 那么贡献最大的时候 是在他起诉之前啊 那个时候他是完全在公安机关或者说在纪委机关或者说在特定的这个特务机构机关啊 那个时候完全钻在这些人手里头啊 那么进入司法程序之后呢 相对来讲会有所规范会有所规范啊 他这个节 节财啊 这个价值啊 编辑贡献的这个价值啊 在判决之后呢 他也就大大的降低了啊 大大的降低了啊 那么肖建华也 也没有动力再去上诉了啊 因为上诉有什么意义啊 意义就不大 好 今天这个节目就到这 感谢大家收听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转发 再次感谢节目同事 谢谢大家 祝大家过一个愉快的周末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肯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感谢